在醫療用品店工作的菲菲 其實很不擅長面對人群 最近常聽到的哀人 醫人 其實就是取英文內向外向的自首 另一邊公關公司創辦人Karen 在媒體應對公開演說 拍攝影片都不費吹回之力 看不出來她說自己其實也有社交恐懼 然後而且上台的時候腳這樣就一直發抖 下台的時候腳也在發抖 透過練習她找到平衡點 讓自己保有善於觀察的一面 但也勇敢跨出舒適圈 其實到現在也是就是 如果是沒有這麼熟悉的人 其實會有一點不敢主動去說話 然後也會在心裡預備蠻久的 就是可能會去思考說 這個人我跟他說話的時候他等一下會回我什麼 他如果回我A的話我要回他哪一些答案 回我B的話我要回他哪一些答案 就是我對於陌生人就是會蠻緊張的 那怎麼練習克服 就是因為後來就知道自己要做可能公開演講啊 或是面對鏡頭的一些工作 所以在私底下的時候都會去練習自己的口條 再來是因為有時候現場演講是需要即興 比如說看到一個狀況然後可以馬上接話 所以呢就會走在路上 或是在一個人的時候一直練習講稿 然後或者是在做簡報的時候 像以前可能一定要準備組字稿把它背起來 後來因為漸漸練習機會很多了 所以就在做簡報的時候 現在腦海有預想 講到這句話的時候 講到這一頁的時候 哪一些一定要提 只有記得一定要提的東西 剩下就是自由發揮 但心理諮商師說 其實有九成以上的人都曾有社恐的經驗 釐清一下兩個名詞喔 一個就是我們現在流行語裡面 大家非常容易講的就是喔我是個社恐 那另一個就是在我們心理諮商中 比較專業的名詞叫社交焦慮障礙 那這兩個名詞呢 其實是在形容不太一樣的領域喔 因為我們大概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有社恐的經驗喔 因為畢竟我們就是一個社群的動物嘛 所以我們對別人的一言一行啊 一個眼神啊 一個動作一個回應 我們都會很擔心是不是我很無趣啊 你是不是不喜歡我啊 我們會擔心被群體拋棄 另外一個社交焦慮的這一個族群 就比較辛苦一點了 我覺得這兩個族群最主要的差異 就是一個社恐的族群 他自己相處的時候 他還可以感受到 啊 獨處好舒服喔 很滿足的感覺 可是社交焦慮的夥伴 他頂多只能覺得鬆一口氣 我不用再面對那個巨大的人際惡魔 可是他自己一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他還是會覺得很孤單啊 對社交焦慮的人而言 社交若出現一點瑕疵 都會被自己放大檢視 自商是建議不是要去克服 而是要去接納 這個是最難做到的 因為大部分人都會覺得 欸 社恐就是讓別人討厭我的原因 就是我交不到男女朋友的原因 所以他們會更加的壓抑 可是越壓抑就像你要上台 然後你要記得我要看起來很聰明 我要讓別人覺得我很有自信 可是你一邊還要唸你準備好的稿子 這個能量是相抵觸的 那所以我們接納現狀之後 反而大家的表現會更放鬆 那有一個接納現狀的好招呢 就是你在跟別人互動的時候 你可以開門見山 譬如我可以跟你說 欸 其實我是個容易射恐的人 所以我今天講話可能會解報喔 這是可以剪輯的嗎 待會可能會重複講喔 你把自己的恐懼先講出來 破題了之後 你的焦慮就會下降 嚴重的射恐可能需要諮商 面對不同的心理狀況 衛福部提供免費心理諮商方案 從十五到四十五歲 一年三次 讓輕壯世代的焦慮心理 越來越健康 TVBS新聞張家寶王惠台 被採訪報導 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